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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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修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很感恩吴会长给我做了这么样的一个介绍 实在受之有愧 那么今天呢 这是默学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的宝岛 第一次踏上宝岛 第一场演讲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 就在我们这里的六合镜中学会 所以我们的因缘很深 所以我也非常感恩大家 能够今天播出时间来听我在这里做个报告 那么谈到这个因果轮回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圣贤教育 那么我刚从香港回来这里 那么在香港呢 给我们的恩师 净空上人拜年 和驻八十大寿 那么他老人家就跟我讲到 说这个因果教育啊 是挽救世道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 当年呢 印光大师啊 对这个因果教育的重视程度啊 甚至呢 超过了对佛经的弘扬 所以他老人家给我下达了辞令 让我呢 在世界各地啊 都来用科学的决度 来为大家呢 报告 这些因果轮回的事实 所以今天呢 非常感恩大家 来这里呢 捧场 那么我今天的讲题呢 就是诸位看到的 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 那么我准备呢 分三次呢 为诸位做报告 每次两小时 辛苦大家了 那么这次呢 默学呢 在这几年来啊 这个一直在收集和研究 一些西方的科学家 学者 教授们 他们呢 对于因果轮回这方面的 这些科学的研究 找出了大量的这些案例 那么默学呢 把这些案例啊 进行归纳和总结 那么给大家报告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 学习心得报告吧 请大家指证 向大家那个请教 那么这个人呢 这有了生就一定会有死 那么自从人知道有生死以后啊 那就开始探索一些 比较生成式的问题 那比如说 人为什么会生死 能不能够不生不死 这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啊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啊 已经探索了几千年了 那么在很多的宗教啊 传统的文化里面呢 都有着丰富的答案 比如说呢 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中国的圣人啊 孔子啊 他就在那个 这个《易经》 注解上 就这样说道 请你帮我翻一下页 他讲到 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 那么这个精气啊 那么就是指呢 人还没有 这个 就是受生以后的 那种状况 那么游魂呢 就是还没有投胎之前的 那种状况 所以孔子他老人家 虽然他说 这个未知生 焉知死啊 但是他其实对生死的学问啊 也都略略的 给我们透露了出来 那么跟孔子同一时代的 西方的圣者 柏拉图 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啊 像他有一部著作 叫做《理想国》 英文叫《The Republic》 那么这部著作里面呢 他就有讲到 这个人的灵魂 出体那种体验 那么至于说我们 佛教的圣人呢 释迦牟尼佛 对于这个生死轮回啊 六道轮转的这种情况啊 那说的是就非常详尽 其实生死轮回啊 这个事情呢 在中外的历史上 都记载着很多 那么给大家呢 略举几条 历史上的 这是中国正史的 这个记载 我们也使呢 先不论 正史就国家承认的 正史上的这些记载 都有不少 给大家举几条例子 作为引言吧 那么请帮我翻到下一页 那么唐朝的诗仙 李白啊 他转世到宋朝 叫郭祥正 这是记录在宋史 石铁三册四百四十四卷 那么在南北朝时代的梁元帝 他的前生是一名出家人 叫做苗木僧 所以这个皇帝啊 这些大夫道贵的人啊 过去都是修行人 这个是出资在南史的梁记 一帖三册八卷 那么还有记载着天人转世的 比如说在唐史里头 唐朝 唐书三帖二册二十七卷里头 记载 这个唐代中 是神人降胎 那么当然还有讲到动物啊 就是人转世为动物的 最有名的例子啊 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这个秦国的大将啊 白起 他因为呢 这个 跟赵国打仗 赵国的大将赵阔 因为他纸上谈兵啊 不懂用兵之道 结果呢 打输了 四十万的赵国的军队啊 就被秦将白起啊 俘虏了 但是这白起呢 他呢 这个 却把这四十万的军队啊 就活埋了 所以造了很深的这个罪业 因此呢 这个历史上记载 这是东周列国志 很有名的史书 上面记载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他说 后至大唐末年 有雷 正死牛一只 就是后来在大唐的时候 有一天呢 天雷 震死了一头牛 牛腹有白起二字 就是牛的肚子上啊 写着白起两个字 这论者为白起杀人太多 故数百年后 尚受畜生雷震之报 所以这个历史评论啊 因为白起啊 他杀了这个 赵国的四十万 士族 这个欠了这么多命债 结果他要生生世世啊 来做畜生 来这个受这个果报 尝命 那么后人呢 还有这个很多传说 说每逢很多人杀猪的时候 这个猪毛掀起来的时候呢 都发现写着白起两个字 这可见的呢 白起啊 就生生世世啊 就是轮转啊 受这个果报 那么正因为呢 在古代啊 历史上啊 这么多的记载 我这里只能掠几条了 不能多说 因为我们主要是谈科学的例子 那么历史上 这些记载是很多了 所以呢 古人呢 对于这个因果轮回 这个事实呢 他一点怀疑都没有 但是呢 因为现代呢 我们说科学进步了 这个人呢 现在开始迷信科学了 所以呢 对这个因果轮回啊 就开始不相信了 那么或许说 这个科学啊 它是坚持真理嘛 而轮回呢 它是一个宗教里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用科学啊 来批评这个宗教 说宗教这个轮回啊 是反科学的 这个可能是什么呢 大概科学跟宗教啊 这个几百年前就有恩怨 你看像17世纪的 意大利的天文学家 伽利略 大家可能知道 他呢 当时提出 这个地球 并非宇宙的中心 因为当时宗教徒啊 这个天主教徒啊 他们都认为 地球就是啊 整个宇宙的中心 是神创造的 结果呢 伽利略他提出 这样一套理论呢 就被当时的宗教徒啊 迫害 这个把他的这个 这个科学发现呢 视为是异端学说 所以呢 把伽利略终身监禁 当时呢 这个这个伤害的 这些科学家也不少 像布鲁洛 被活活地烧死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宗教跟科学 这一段恩怨呢 那么导致现在呢 怎么回事呢 人们呢 信科学啊 就拿科学来反宗教 你看过去 人们是用宗教反科学 现在呢 用科学反宗教 这叫一报还一报 这就是因果报应了 不过呢 大家说到真理啊 其实呢 真理是可以经过 科学的千锤百炼的 那么在近几十年来啊 这个西方科学的进步啊 所以呢 在很多科学的领域中啊 得到大的发展 尤其是精神医学 死亡医学 和生理学 心理学 这方面的大发展 所以呢 这些学者们呢 已经能够证实 这个人呢 确实是有轮回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开始啊 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这些 介绍一下 这些科学的成果 那么首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案例 那么请帮我翻译 那么这个案例呢 是出自于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 这个精神医学的教授 他叫做 他叫做 Ian Stevenson 史蒂芬森教授 那么这位教授 他主要研究的这些轮回的这些对象啊 是两到七岁之间的儿童 那么这些儿童呢 他都有能够记忆啊 前生的事情 这些研究对象呢 他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呢 美国 加拿大 南美 欧洲 还有西亚和东南亚等等 他用了大概四十多年的时间呢 收集了三千多个 这个正式有轮回的这些案例 那么案例当中的这些孩子们呢 他们尽管都很年轻 年纪很小 但是他们呢 都能很准确地说出啊 这个过去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都非常详尽地能够描述出来 而且说出的都是非常遥远的 这个不是近距离的事情 那么我当时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时候呢 也曾经跟这位 史蒂芬生教授联系过 那么他当时呢 这个出了一本 出了好几本这个著作 其中呢 这个比较代表著作 有包括呢 二十个立案事轮回 请帮我翻下页 就是这本书 20 Cases to Justice of Reincarnation 那么从这本书里呢 我想给大家报告一个案例 就是他写的这个案例呢 是印度的一个女孩子 她能够记忆前生转世的情况 那么这个案例呢 请帮我翻下页 他的这个女孩 这个主人公啊 叫做斯瓦拉特 她是1948年3月2日出生 家里呢 是住在印度的一个 叫做潘纳的城市 当他四岁的时候呢 就可以叙述啊 自己前生的一些遭遇 那么他说他自己前生啊 生活在印度的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凯蒂利 那么他的这个家族呢 姓帕萨克 他在这个家族里面呢 是做一个母亲 那么在他那一生 生活的这个家族里啊 这个这个有他先生 有孩子 那么那个家族呢 跟他这一世 生活的这个家庭啊 两家是根本不认识的 而且呢 相距都很远 那么有一天呢 这个他爸爸啊 就带他路过了那个 前生的所追逐的城市啊 那么他就突然跟他爸爸讲 他说爸爸爸爸 我家就在这附近了 咱们到家里去喝个茶吧 那他爸爸说 你这傻孩子 我们家离这很远的呢 那么但是从那以后呢 他爸爸就开始注意到 这个小孩子能够经常呢 讲他前生的一些遭遇 那么后来呢 就这个事情呢 让史蒂芬森教授 以及他的 在印度的一些同事们呢 知道了 就开始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那么 那么这个一系列的调查 首先呢 是根据这个印度的女孩 这个引导 准确的找到 他前生的那个家族 那么原来他这个斯瓦拉特 他前生呢 是那个家里的母亲 叫比亚 他那年是1939年去世 留下了先生和两个儿子 那么当这些教授 把这个小女孩 带到他所说的 前生的家族的时候 他都能够很准确的 说出每一个家族里的人的名字 那么其中的教授们呢 就给他做了一个试验 就故意呢 扰乱他的思维 怎么呢 就把他所说的 那个前生的儿子叫来 完了之后呢 就跟他介绍 说这个是某某人 没有说这是他的儿子 就希望呢 就说能够误导他的这个思维 看看他说的准不准 结果呢 这个小女孩见到了 他自己前生的儿子之后 抱着他说 这就是我的儿子 他的名字叫卖力 就是一点的不受这些教授们的 思维的扰乱 那么当这个小女孩啊 跟他所说的前生的儿子 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这个儿子 比他年纪还大了 但是呢 这小女孩呢 这个对他表现出一种啊 母亲一样的那种光华和慈爱 那种情不至今的流露 那么更有趣的事情呢 是这个小女孩啊 她说出了她先生 她过去那个先生 一段隐私 怎么了 原来呢 她的先生啊 有一天呢 在她的这个钱箱里面呢 拿走了她的丝光签 一千二百卢布 结果没有还给她 那么这件事情 她一直都记着 所以呢 她就把这个事情抖了出来 结果呢 后来呢 当场来问这个先生 她先生最后承认 确实呢 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这个事情啊 其他人都不知道 只有她先生自己知道 后来这个 这个是作为一种 证实这个轮回的证据 所以你看看 这个前世啊 欠了人家的钱啊 那个债主 他心里还记着的 所以不可以说欠债不还啊 逃不了了 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这个小女孩她说 她这个前生做母亲呢 做比亚的这个母亲呢 她是一九三九年去世的 但是这一生呢 这个小女孩是一九四八年出生的 那么中间她隔了九年的时间 那么这九年 她上哪里去了呢 原来这个小女孩 她自己说出来 她说 她到了这个孟加拉国 一个乡村里 又投了一次胎 那么在那一次投胎呢 那个小女孩九岁就去世了 所以呢 这个时间上正好是接上了 那么怎么样证明呢 原来这个小女孩啊 她就很小 她就爱唱一首孟加拉国的香歌 这个而且呢 就自己边唱啊 边翩翩起舞起来 那么他们这个家庭呢 就这小女孩 现在这个家庭啊 都不懂孟加拉语的 所以那父母呢 也不知道她在唱什么 跳什么 就看她好像在自我陶醉那样 那么后来呢 这些教授们呢 对她进行调查 那么其中有一个印度的教授 就她懂得孟加拉语 完了 这个小女孩在表演的时候呢 就赶紧把这个歌词啊 就记下来 那个歌词都写到这个 这个史蒂芬森教授的这个论文里面 歌词是赞美啊 这个大自然的 是一些农民啊 丰收时候的一种喜悦的心情 是很美 那么后来呢 这个教授们呢 就根据这个小女孩 她所说的 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些 这个去向啊 就找到了 她所说的前世的这个村庄 结果一何时呢 果然那个村庄里的人呢 非常喜欢唱这种香歌 而且还能跳这种舞 都非常流行的 那么这个 这个印度的小女孩 斯瓦拉特啊 她这个头脑是很正常 她并不是在 做白日梦说胡话 那么她呢 是十九岁啊 就获得印度的一个大学的 工程学士学位 二十一岁呢 获得工程硕士学位 二十三岁呢 就开始在印度的一所 高等院校任教 那么她一直到现在 都保持着跟 史蒂芬森教授的联络 所以呢 她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 所以这个案例啊 我们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例子 现在这个人还在 她是有力的证实了 生命轮回啊 是确实存在 那么现代人呢 都崇尚啊 这个科学 所以呢 这个史蒂芬森教授啊 他呢 用科学的角度 科学的态度 来对这些 轮回进行研究 他自己本身 也不是宗教徒 我跟他联络的时候 他说他不希望 以这些宗教的身份 或者是跟宗教的 这个联络在一起 因为这样会影响 他的研究的真实性 那请帮我翻下一页 那么现代人呢 都崇尚这种科学精神 那么我们看 科学精神呢 有两点 一点呢 叫做实证求真 就是实识求是 这个做的试验啊 这个案例啊 那都是真实的 没有半点虚假 第二点呢 是可重复性 就是做科学的实验啊 一定是可以重复的 就是说假做也行 乙做也行 张三做 李四做 王八子做 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种才叫科学的实验 那么史蒂芬生教授呢 他就是本着 这两点的科学精神 对四十多年来 对这个三千多个 科研的案例啊 都是这样一丝不苟的 严肃认真的 进行调查研究 那么所以他所证实的 这个轮回的 这些事实啊 得到了科学界 学术界 很高的战域 那么比如说 美国一个著名的 医学杂志 请帮 请翻下一眼 这个原画是 对他的一个高度评价 这个英文呢 原文都摘录下来了 这个中文是 如果史蒂芬生教授 不是在制造一个巨大的错误 则他必是二十世纪的伽利略 那伽利略 我刚才介绍 那是科学家的这个鼻祖了 为科学献身 那么史蒂芬生教授 他也被誉为 二十世纪的 伽利略 因为什么 伽利略当时 他的科学发现 尽管现在看来 都是很平常的 但是在当时 确实是对 那个宗教观念 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但而史蒂芬生教授 他这个所发现的 所证实的 这个轮回的事实 那么同样 也是对现代的 传统科学的 一个巨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未来的科学 越来越进步 一定就会越来越 证实 这些科学家的发现 那么这个是我的一段前言 那么现在我想给大家 这个慢慢来介绍 这个西方 这些科学界 对于轮回 这些研究 其实已经很深入 很广泛 墨学在这里 不出来前漏 就给这些研究成果 分分类 我就分了五大类 作为五个科研的领域 来给大家报告 请翻下一眼 那么这五个科学的领域 这是墨学分的 不一定准确 但是大致 可能就基本是这样 第一个 是证实灵魂存在的 这些研究 那么第二个科学领域 是对能记忆前生者的 立案调查研究 那么第三个领域 是用催眠的方法 就现在的这些医生 学者 他们用催眠的方法 来帮助这些患者 来记忆前生的研究 第四个呢 是对不同维持空间 生命的这些研究 那么第五个 是对特异功能的研究 这五大类呢 都是不同的决度 来证实人的生命轮回的 那么我这几天 这三天呢 我都会给大家 在每一个领域当中 抽取比较精彩的 这些案例 给大家报告 那么在谈完 这个五大领域的研究以后呢 我们还要谈谈 就讨论一下 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个人呢 这个既然真有轮回 这些案例都会看到 这轮回也是 可以说 是这个苦痛多多 那么我们要探讨一下 轮回到底是怎么来的 还要探讨一下 有没有超越轮回的方法 这些是更深层次的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先预先道个歉 因为呢 我从大陆过来 这个准备的这个投影的片呢 可能有一些夹杂的一些简体字 大家如果是看到了 不要见怪 我是尽量把它转成繁体了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探讨 这个西方科学的研究的第一个领域 就是证实有灵魂存在的科学研究 请翻下一页 那么其实一个首要的这个前提呢 就是要承认啊 人有灵魂 如果没有灵魂 你说什么东西在转世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先来讨论 这第一个科学的领域 就是证实有灵魂的存在 其实啊 这古今中外呢 我们一般说见过魂的 幽魂的也好 灵魂的也好 见过这些魂的人呢 也不少 说不定在座也会见过 但是呢 因为这缺乏 我们所说的科学的印证据啊 所以呢 这个还很难呢 为人所接受 但是呢 这几十年来啊 这个西方的前沿的科学 确实 确实给我们这个正式灵魂存在 提供了很多科学的印证据 那么对于西方 这个对于这个正式灵魂存在的研究啊 一个主流呢 是一个所谓的冰死体验研究 冰临死亡 就是人要接近死亡的时候 他有一种特殊的体验 这种体验的研究 英文叫 Near Death Experience Study 这种冰死体验呢 讲的是快要接近死亡的人 他们呢 这个灵魂呢 会出离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在手术台上 被抢救的时候 这个人呢 这个灵魂就出体了 出体以后呢 他会见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情景 完了之后 他被抢救过来之后 他又苏醒了 那么他就把刚才 灵魂出体以后的那些 见到的所见所闻呢 讲出来 那么这种叫做冰死体验 那么根据美国著名的统计公司 叫做盖洛普公司 他的调查估计呢 这个 这种 灵魂出体的这种 就冰死体验呢 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 他在说 在美国呢 至少有1300万 至今呢 仍然健在的成年人 有过冰死体验 那么如果算上儿童啊 这种这个数字就更可观了 那么在美国 一位著名学者 是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康奈狄克大学的 叫做Kinis Ring 肯奈斯瑞恩博士 就是这位 他呢 有一个研究小组 专门从事这个冰死体验 他的这个研究报告表明呢 大概有35%的人 都有这种冰死体验 那么这个冰死体验的现象 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 这种不同领域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的研究 那么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位 瑞恩博士以外呢 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学者 请翻下眼 包括呢 美国这个华盛顿大学 儿科教授 麦尔文莫尔斯博士 就这位 美国内华大学 Raymond Moody博士 这位 美国著名的死亡问题专家 心理医生 伊丽莎白 俱伯勒 罗斯博士 罗斯 还有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 查尔斯塔特博士 等等 请翻下眼 那么有关这个冰死体验研究的论文 也都不断的发表在 著名的医学杂志上面 比如说 很著名的一个叫柳叶刀的杂志 The Lancet 以及专门有一个专门的杂志 叫做冰死体验研究 The Journal of Near Death Studies 那么在1978年 在一些权威学者的参议下 国际冰死体验研究学会 正式成立了 那么可以说 这个研究的领域 是方心为爱 那么实际上 冰死体验的研究 开始得很早 早在1959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 精神研究会专家 卡里斯奥西斯 请翻下眼 那么他呢 Dr.Ossis 他就通过研究了 几百份的 调查这些死亡病人的 这些案例 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发表了一篇论文 是叫做死亡时刻 At the hour of death 那么他研究了这几百个案例 这个病例 总结出 这个普通 比较普遍的 这些冰死体验 他们的特征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他说到是说多数的病人 在临终前 都有一种糊涂 健忘的这种现象 但是仍然有少数人 他们的这个思想 一直保持到最后 都是清醒的 那么这些清醒的人当中 他们说 见到了来世 并能在临终前 报告他们的经历 比如他们见到了 已故的亲属和朋友的幽灵 见到了宗教和神话中的人物 或者说见到了灵光 或者美丽的非城市环境 那么这些体验很有影响力 带给他们祥和 宁静 安逸和宗教情感 那么在1972年到1974年当中 这个刚才所提到的 Raymond Moody博士 也进行了这个研究 类似的研究 请翻下眼 那么他对150例 这个冰死体验的这个病人 进行了研究 那么他也发表了一个著作 叫做生命之后的生命 The Life After Life 这是相当有名的一本书 那么他这本研究 也证实了前面所说的 奥西斯的研究 那么他所归纳的这些冰死体验 这一般的要素 他是这样子描述的 请翻下眼 他说呢 一个正在死去的人 当他的肉体达到极痛苦的时候呢 他就会听到医生宣布了 他躺在手术台上 听到医生宣布说 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然后之后他就会听到一些噪音 听到一些响铃声和嗡嗡声 然后他就感觉到自己 很快地通过一条黑色的隧道 完了之后 他就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肉体了 那么他就在远处呢 看到自己的身体 躺在这个手术台上 那么他就开始呢 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呢 慢慢呢 就能够适应啊 这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么他发现自己呢 除了就刚才离开的那个肉体以外呢 自己还有一种形体 那么但是这种形体呢 已经不是那个肉体的形式了 是一种灵光的形式 完了之后他就发现呢 会看到很多的景象 那么比如说看到一些过去了的 那些亲友 他们的那些幽灵 那么有的呢 他会见到一些神灵 这个非常亲切 非常热情的 比如说在基督教里面 他们会见到耶稣 那我们知道念佛往生的人 是见到阿弥陀佛 是吧 那么呢 他说这些生命是一种散光的生命 这些神灵 因为他调查的都是 这个西方的人嘛 所以当然都是信基督教的多了 他说这个散光的生命呢 这种神灵啊 他说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 跟他进行沟通 就不用语言来进行沟通 那么就让他自己啊 去评价自己的一生 然后呢 这个神灵呢 就会用很快的像放电影一样 一种方式啊 在他面前呢 把他这一生当中主要的这些事情呢 都一一啊 放映出来 给他看 那么 完了之后呢 这个 这些人呢 通常是 这个成员未了 所以他又回到 这个又苏醒过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古人 常说啊 这个 若要人不知啊 除非己莫为 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往往在临终的时候 或者是已经离开自己肉体的时候 这些神灵啊 都会把我们所做的这些 善恶的这些事情啊 给我们展现出来 所以 这个道家所讲的 我们自己所做的善恶一眼 都有神灵的监察 头顶三尺有神灵 这个确实说的没有错 那么 这个 这些人呢 他回来以后呢 他在回来之前呢 他会觉得好像要超越一个什么样的界限 那么这种界限呢 是隔开今生与来世的界限 但是呢 这些人都没有超过去 他又回来了 所以又回到城市当中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说 都不想返回人间 为什么呢 因为人间太苦了 又回到手术台上 所以呢 他们呢 都比较喜欢流连于那种生活 那种灵界的生活 但是呢 因为这种力量啊 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 所以让他不得不又回到这个肉体上来 那么这种呢 就是这个 木地博士 他所调查的150个这种病例啊 的一般性的这个冰死体验 那么当然呢 这些冰死体验呢 不都是那种很美妙啊 见到那么灵光啊 这种那种好的感觉 也有呢 很恐怖的感觉 这些冰死体验 那么就像这本书上讲的 这本书是天堂印象 一百个死后生还者的口述故事 这本书呢 里面就有一个例子 这一百个案例当中 其中有一个例子呢 是讲的一个德国的警察局长 那么这个德国警察局长 叫做斯塔因海德勒 那么他就有过一次 很可怕的冰死体验 这个警察局长呢 他是这个对人呢 很冷漠 很残酷 没有爱心 很粗暴 可能对犯人也很粗暴 那么在一次这个冰死体验当中呢 结果他就发现了 有很多那种啊 很可怕的幽灵围绕着他 这个张牙舞爪的 其中有一个幽灵呢 还张着血盆大口啊 要上来咬他 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一次 冰死体验 所以这些医学的发现呢 其实跟这佛教所讲的这些冰死体验呢 都有很类似的情况 在两千五百年前 是个三千年前吧 这个佛教 佛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冰死体验呢 其实都已经详细的描述了 请翻下一页 像我们首读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有这么一段冰死体验的描述 他讲到 说言福提就是我们的地球上 这个行善之人 灵命忠实 亦有百千恶道鬼神 或便作父母乃至诸眷属 引接亡人 另落恶道 何况本造恶者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哪怕你是平时心还是挺善良的 但是也难免在临终的时候 会有这些恶道的鬼神 他变作你的家亲眷属 来迷惑你 来勾引你 到恶道去 到这个恶鬼畜生地狱 这里面受苦 就是跟这个刚才讲的 海德勒的这个德国警察 有很像像 这个请翻下眼 这个美国著名的死亡问题专家 心理医生 Dr. Ross 这是这位女博士 他呢 两部代表作 On Life After Death 关于死后的生命 以及呢 On Death and Dying 关于死亡和临终 这些著作 因为他在一生当中啊 这个从事了两万多个 这个病例的研究 证实死亡 这个之前呢 有这种病死体验 各种各样的这种病死体验 他们呢 很多人亲口 这个灵魂出体以后 又苏醒过来之后 亲口说出 自己刚才 离体 灵魂离体以后 所见到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他这个著作呢 也被发 这个翻译成 很多国的文字 在世界上呢 都很畅销 那么 其实 对于这个证实 用科学实验呢 来证实 灵魂确实存在的 第一个人呢 是一个英国的 一个医生 请翻下一人 这个英国的医生 叫做Samu Pania 那么他呢 这个 是这样设计一个实验 他对一些病人呢 这个病人呢 都快死了 那些病人 就 就在那个手术台的上方 天花板上 他就掉一块 一个木板 这木板上呢 放了一些小物体 这些小物体呢 只有这个医生本人知道 那个病人是不知道的 完了之后呢 这些病人呢 他对大概一百多个 这个病人进行这种试验 完了之后 就有不少的这些病人呢 他被 这个在手术台上 被救活过来以后 他能够很准确地说出 自己刚才灵魂出体后 飘到上面 看到这个木板上什么物体 都能说出来 所以这是第一次 世界上第一次呢 证实 这个人有灵魂存在的 一位医生 现在他这个 好像是在美国德州大学 任教 那么虽然他的这个实验 很简单 这灵魂出体以后 看到个东西 再回来告诉你 但是呢 他却是真的以实验 科学的实验 来证实 人的灵魂存在 是客观的 是一种客观存在 那么实际上呢 这种灵魂出体的现象 不仅就是说 那种快要死的人 活生生的人呢 也许他都有可能会有 灵魂出体的现象 那么有不少人呢 他在健康的这种状态下 就能够有灵魂出体 这种本事 那么在美国呢 加州大学 请翻下一页 加州大学的这位教授 Charlie Stott博士 他也是用科学的实验 对健康的人 这个灵魂出体 进行科学的证实 那么他的实验 是这样子的 他用一个计算机 打印出 就随机的 打印出五位的数字 这是随机的 这个产生的数字 然后把这个 这个写的五位数的纸条 就放在一个 很高的架子上 那么就对这些 来做实验的 自己自称 能够灵魂出体的 这些人 就开始实验 那么比如说 有位妇女 她来自愿 从事这个实验 完了 这个妇女呢 她说她可以 灵魂出体 好了 那么就让她躺下来 那你就灵魂出体吧 然后呢 这个医生 就给她指示 说 你灵魂出体以后 你呢 她飘到上面 把这个纸条上的数字 记下来 然后呢 回来告诉我们 然后呢 这个灵魂出体以后 她果然回来以后 这个妇女 很准确地 把这个纸条上的数字 就说出来了 那我们如果学过 数学概率的 我们知道 如果用电脑 随机产生的五位数 能够猜中 她的这个概率 是十万分之一 只有十万次里面 你才可能有一次 能猜中 但是这个妇女呢 能够好几次的 都每次都猜中 她就不是猜的 她确实是看到 所以这也是呢 这个教授 她用这个科学的方法 来证实 人有这个灵魂 而且呢 这个灵魂呢 她还能够看 还能够记忆 因为她要看到这个纸条 心里还要把它记下来 才能够 这个回来以后 才能告诉这个教授 因此这个 这种这个灵魂呢 她有一种能量 那么有时候 这些能量啊 这个灵魂呢 能够做工 我们物理上说 是做工嘛 那么有时候 是很显著的做工 那么我给大家 现在讲两个 这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两个案例呢 是记载在 这个请问下言 记载在这个 这个 一个英国人写的 Stuart Horrod 1992年发表的 内在自我的秘密 这本书上 那么这个 这里面 我给大家报告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是浑旧遇难船 那么这是一个 很早期的案例 但是它很经典 所以一直都在科学界里面 作为一个 研究的一个案例 它最初发表在 1860年 这是 一百多年前的案例 发表在 1860年的 罗伯特欧文的 《走在灵界的边缘上》 这本书上 这个案例呢 它是介绍的是 在1828年的 一个 一天 有一艘商船 就来往于 英格兰 英国英格兰 以及 加拿大 之间的 这个商船 运商品的 那么 其中呢 这个船上 出航海 出海了 六个礼拜了 那么 有一天呢 就在海上 这个 船上 一位大副 这个大副 叫布鲁斯 他就来到 船长的办公室 那么 船长呢 在甲板上 正在 这个 观看 天气 那么 他就来到 船长办公室呢 就发现 这个船长办公室 里面 有一个人 坐着 是素不相识的 一个男人 那么 当他走进 这个办公室 的时候呢 这个男人呢 正在 在一个 这个 记事板上面 写字 那么 他走进来的时候呢 那个男人呢 就 默然不动的 表情 来看着他 就让他觉得 起鸡皮疙瘩 完了之后 他就觉得 心里有点恐惧 就赶紧回头 就跑到甲板上 向船长 报告 因为这个人 从来不认识的 而且表情 太可怕了 完了之后呢 这个船长 听了这个事情 也觉得奇怪 就赶紧回到 办公室里面 看怎么回事 那么 又没有人 空空 没有人 就看到 这个 桌面上 就这个 记事板上 写着 几个字 这个几个字 是向西北方向行驶 那么 船长就觉得 有点奇怪 说 是不是你在 这个 这个骗我 故意搞一些 这个闹剧 那么 这个布鲁斯 这个大副 就说 我发誓 我刚才就是 看到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 就是写这几个字 没有错 完了船长呢 就让这个大副 他也写这几个字 向西北方向行驶 结果一对呢 笔记确实 完全不一样 那么 然后船长呢 就叫所有的 这些船员呢 都来写这几个字 完了 之后 对笔记呀 都没有一样的 那么船长就觉得 很奇怪了 因为出海 已经六个礼拜了 怎么船上 还会有这个 不相识的男人呢 就搜吧 就从船头到船尾 搜了一遍 也没有见到什么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船长就觉得 这个事情啊 好像是 好像不寻常 那么当时呢 正好是风向啊 这个很顺 那么向西北方向行驶啊 是扰道 而行 大概多花几个小时而已 于是呢 船长就下令啊 那就向西北方向行驶 那么于是呢 这船就就走了 走了三个小时以后呢 就发现了 前面有一座冰山 那么冰山那里呢 这个那里就 山的这个脚下 就发现有一艘船 原来是一艘遇难的船 这个看到这个船呢 都被那些冰给冻结在那里了 那么船上还有很多人 在招手啊 在向我们这个船呢 招手来呼救 于是这个船长就马上下令呢 派出这个救生小艇啊 去营救 就把那个遇难船上的人呢 就一个一个的救上来了 那么其中就救上来有一个人呢 这个大副啊 布鲁斯就认得 原来就是刚才 在船长办公室里 见到那个陌生的男人 于是呢 那船长啊 就跟他呢 把这个男人呢 就叫到旁边 就就来 就问他了 说 首先呢 就让他这个男人呢 这个人呢 写这几个字 向西北方向行驶 结果一对啊 字迹完全一样 连那个人呢 他也觉得很奇怪 咦 我只写了这一张纸啊 怎么还有一个人 跟我写的字一模一样呢 怎么在这记事板上呢 原来他自己也不知道 或者是忘记了 刚才的 这三个小时之前的 那个事情 那么大家就 又来盘问他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大概呢 三个多小时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船遇难以后啊 大家就 就急着呼救啊 所以大家都很累 所以他就就躺在床上呢 就睡了一觉 他说睡一睡着以后呢 他就发了个梦 就梦见了自己到了一个 来营救他们的船上 完了他醒了之后呢 他就告诉自己的 这个同在这个遇难船上的 这些人 这些同事们 而且呢 他把刚才在梦境里的 这个所见到的那艘 来营救他们的船啊 这个外表啊 颜色啊 形状啊 都讲给大家听 说大家不要担心 等一下就我们来的船呢 就很快就到了 那么大家都承认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人刚三个小时之前 做一个梦了 是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可见了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陌生的男子 在这个遇难的船上 他刚才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自己的魂呢 出体了 而且不仅出体 甚至能够找到 来营救他们的那个船 而且留下了这个字迹 向西北方向行使的字迹 所以你看 这就是科学的印证据嘛 把字迹都留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灵魂呢 我们可以见的 他是有能量 他能够在这个 这个记事板上 他能够留下这个字体 这个灵魂呢 他不受我们这个 三维空间 四维空间的限制 我们说三维空间 是长宽高 加上时间 那就是四维空间 他不受这个时空的约束 他能够很快的 就到达要去的地方 留下字迹 然后呢 又回来 所以呢 那个 这个我们的灵魂呢 是超越 可以说超越时空 那么实际上 现代的这些物理学 也都给我们证实了 这个时空本身 是人类的错觉 这是现代科学之父 爱因斯坦的话 他说 时空是人类的错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相对论 证实 这个时间和空间 都是根据物体的 相对移动速度来决定的 当一个物体在高速运动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个物体的 这个时间呢 会拉长 我们说时间蔓延的现象 他的这个长度会缩短 这空间缩小的现象 这都是现代物理学 已经证明了 在理论上证明 所以时空本身 它是一种可变的东西 它不是绝对的 不变的东西 所以爱因斯坦说 时空是人类的错觉 那佛告诉我们 时空它是人类的妄想 所以妄想对错 想对觉 说妄想对错觉 你看正好 所以呢 所以这个灵魂 离开我们的身体以后 它就能够超越 一些这个时空的限制 它能够迅速的移动 飘移 所以孔子他说 这是游魂 说的很有道理 它能够飘游 那么第二个给大家报告的例子 是灵魂买房子 也是很有趣的例子 灵魂还能买房子 这是讲的英国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英国的爱尔兰 有这么一名妇女 这个妇女有灵魂出体的习惯 那么她呢 有一次灵魂出体以后 在游历当中 她就找到一个自己很心爱的房子 那么 在之后呢 她又好几次建到这所房子 心里都很喜欢 从里到外啊 这些家具啊布局啊 她都很喜欢 但是她自己呢 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在哪里 那么有一次呢 她和她先生 就从这个爱尔兰 英国的爱尔兰 搬家 搬到伦敦 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嘛 在伦敦嘛 那么首先当然要找房子了 结果呢 就看广告 就根据广告呢 就找到一所很便宜的房子 那么 结果这个中介带她去看房子呢 他们一看 这个妇女啊 就认得这个房子就是她 经常在灵魂出体的时候 看到的房子 这个从里到外啊 这些布局啊 装饰啊 这个颜色啊 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呢 这个房子啊 卖得很便宜 出奇的便宜 这一问之下 原来这个房子里面闹鬼 那么完了之后呢 他们就决定买了 因为这是他们心中 一直所盼望找到的 就是这个房子嘛 就决定买了 那么就约房主见面 结果一见面呢 房主见到这个妇女啊 就惊叫起来 他说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鬼 原来这个房主啊 在他的房子里 已经见到这个妇女好几次了 但是见到他的魂 所以他以为是房子里闹鬼 所以赶快要把这个房子脱手 所以呢 你看看 这个爱尔兰啊 英国的爱尔兰 跟伦敦相距至少是四百多公里 这个灵魂 它居然能够超越 四百多公里的距离啊 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往 所以可见的呢 这个灵魂没有受我们这个 在肉体所在的这个时空的约束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的身体啊 不正像灵魂的房子一样吗 你去投胎不是正像找房子吗 一找到了 你就执着了他 把他当做自己的 完了之后呢 就受到这个肉体啊 这个房子的约束 不仅如此 还会为了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 造了很多业 这个杀生啊 这个偷盗邪淫等等 贪嗔吃慢 都是因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 所以你看灵魂本来应该是 作为我们肉体的主宰 但是呢 现在却成为我们肉体的奴隶了 做出很多亏心的事 这个亏欠了我们的灵魂 所以这是太可惜了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古老的圣人老子啊 曾经说过 请翻下一言 他说五之大患啊 唯吾有身 就是我最大的忧患 老子很叹息啊 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 有了这个身体啊 搞得我很不自在 那么 现在这个科学 不仅呢 已经能够证实人有灵魂的存在 而且有一批这个物理学家 他更了不起 他现在用现代的物理学 特别是量子力学 来论证 灵魂存在 在理论上是是有这个客观存在性 那么 其中很著名的一位 请翻下一 这位叫做Dr. Amid Goswami 这是印度籍的美国教授 他是世界著名的思维科学研究院 资深的研究员 他是个物理学家 他用什么呢 他用量子力学 来论证 这个人是有这个灵魂的 所以这是在理论上 不仅是在事实上 我们证实了 而且在理论上 也能解释得通 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 《灵魂的物理学》 The Physics of the Soul 这是相当著名的 那么像他这些科学家 物理学家也很多 那么曾经有一位 还来过我们昆斯兰大学 进行这个演讲 也是美国的一位教授 他也是用物理学来论证 这个灵魂存在 那么这就是我简单 向大家报告的 我们现在的科学 对于这个灵魂存在研究的 第一个这种领域 证实人确实有灵魂 这个灵魂有能量 他能看能听 还能记住东西 还能买房子 所以这是第一个领域 那么人有灵魂 那么这个灵魂 当然他离开身体以后 他还要去有去向 这就是轮回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探讨 这个第二个科学研究的领域 请翻下一言 这是对能记忆起全身的人 这个立案调查研究 请翻下一言 请翻页 那么这个研究呢 是以刚才所讲的 维吉尼亚大学的史蒂芬森教授 为代表的 一批这些科学家 那么他们所用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呢 是比较传统的方法 就所谓的从发现对象 找到能够记忆前生的人 到获取资料 然后开始搜罗这些信息了 立案质疑 到当面取证 到追踪观察 最后写出报道 这种逻辑思维 那么这种研究的方法呢 它特点是很客观 很这个证据很确凿 可信 所以很有说服力 但是呢 他的这个麻烦呢 就是花的时间呢 花的人力物力啊 就是太多了 比如说一个案例的 这个立案调查 到最后确证 都要花上几年 甚至是十几年的功夫 所以做起研究来也很不容易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报告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这是在轮回学的研究里面呢 一个经典的例子 请翻下一遍 这是讲的 也是印度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萨纳提迪弗义 她是1930年代的一个例子 她的不寻常之处呢 她是由印度的国父 圣寻甘地 所任命的知名委员会的 这些委员们呢 来调查核实的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由这个印度的学者 拉瓦特博士报道的 那么拉瓦特博士呢 也是像史蒂芬生那样啊 也是一生啊 进行轮回研究的 这个学者 那么后来这个 这个案例呢 在这个研究机构里面 叫做AIE研究机构 它1997年3月 这个期刊上发表 它这个杂志是 《心灵历险》杂志 这个案例呢 是讲到是在三十年代里头 就有这个一位女孩呢 就叫做这个 萨纳提 那么她是在印度的一个德里 这个城市出生的 她在出生以后呢 就能够记起自己的前生 她自己说啊 自己前生呢 是在印度的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马图切阿市 她自己是做一个太太 她的先生呢 叫做克达尔 是当地的一个 小布匹店的一个店主 那么这个做太太的呢 当时叫拉吉 是她前世的名字 这个拉吉她是1925年呢 那年她怀孕了 那么但是呢 她这个是 这个难产 所以在医院里啊 做抛妇产手术 就抛妇产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她自己呢 在九天以后啊 就过世了 那么她过世以后 在一年十个月以后 就在一九二六年 十二月十一号 在德里这个地方啊 又出生了 那么出生以后呢 就是这个主人公啊 这个案例的主人公 萨纳提 她就很快的就能够 当她会说话的时候 就能够谈 讲述啊 自己前生的这些事情 说她自己前生 先生 生了一个儿子 自己在抛妇产手术里面死去 那么当时她的父母呢 都认为 这个女儿是不是在说胡话 但是呢 有一次呢 他们家里来了一个 医生的朋友 学医的 当这个医生听到 这个小女孩啊 在她才六岁的时候 就讲述啊 这个 一个抛妇产手术的经过 这是把那个整个抛妇产手术啊 描述得非常的细致 这医生啊 大吃一惊 因为什么 她自己学的可能还没有小孩子知道这么多 就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居然能够对这么复杂的这个抛妇产手术啊 那么熟悉 那么后来呢 这个父母就觉得 这个事情啊 不是说小女孩在说胡话 一定是有她的真实性的 那么就根据这个小女孩 他们这个 这个所说的 她前生的 她的那个家里 那个小女孩把她弟子说出来 就给他们前世那个家寄了一封信 就约她的前生的那个先生啊 来见面 那么后来呢 这些事情呢 教授们都知道了 他们也来这里做进行调查 那么这里所说的都是呢 教授们他们的调查的这种记录 那么当这个信寄出去以后啊 寄到他们他前生的那个家里的时候呢 那么他两家不认识的嘛 那么当他的先生克达尔 收到信以后呢 就看到信里面所讲的东西啊 确实都是真的 说到这前世的家里的情况 就觉得这个事情啊 就很可能啊 是有真实性 于是呢 他的前生的这个丈夫啊 就答应要来 见见这个小女孩 那么他先生就带着他的 他后来又娶了一个太太 就是第二任的妻子 还有这个小儿子 这个儿子呢 就是抛妇产的时候出生的这个儿子 就带来了 一起见这个小小小沙纳提 那么当时呢 这些学者们呢 就开始进行试验了 那么当时呢 来的人呢 就是从他前生这个家族来的人很多 包括他的先生 还有他先生的哥哥 那么这些教授就指着他的先生的哥哥 就故意要为了扰乱他 就说介绍 这是你所说的这前生的这个克达尔 就你先生啊 结果呢 那小女孩就说 不是不是 他不是我先生 那先生应该是他 指的那个 真的是他先生那个人 然后告诉他的父母 他说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说我先生 这个鼻子上长一块痣 这个看东西 还要戴眼镜 皮肤长得很白 就是他嘛 所以他已经 他已经一点的不受这个思维的扰乱 那么当这家两家见面嘛 那么这个小沙纳提的母亲呢 那么就为了招待客人 就请客人们中午吃饭呢 然后呢 小女孩就如数家珍的 把他前生这个先生爱吃的东西都说出来 说他先生喜欢吃土豆煎饼 喜欢吃南瓜汁 那么当他这个前世的先生克达尔啊 听到这小女孩这么一说的话 心里就大吃了一惊 哇 这个小女孩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那么以后呢 这个先生跟他这小女孩单独相处的一段时间 那么之后 这先生 他的先生就确实跟教授们讲说 确实他深信不疑了 这个小女孩就是他前生的太太 因为他们俩之间就谈了很多 他们之间的以前的婚姻的生活啊 等等啊 所以这个事情不可能外人能够知道 那么当这个小沙纳提见到他自己前世的自己抛妇产 说生了这个儿子 这个眼睛啊 泪水啊 就夺眶而出 这是母亲的深情啊 看到儿子 其实他儿子比他还大 完了之后呢 他就赶紧跑到房间里 把自己所有的玩具啊 小孩小女孩嘛 都拿出来供养他的儿子 那么别人就问他了 他说你在死的时候 那上一世啊 你死的时候 刚出生的这个小孩是个婴儿啊 你怎么知道那就是你的儿子呢 那么小沙纳提啊 他就回答说 他说 这个儿子呢 是他心灵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身体虽然有不一样 但是心灵上是没有格外的 所以你看这小女孩 还能说出这种话 所以啊 我们知道啊 这个父母跟儿女啊 这种亲情的关系啊 那是天生的 这个 这个父子有亲啊 我们古人讲的 父子有亲的 那是纯自然 纯天性的 像这个案例里面的 这个小女孩 哪怕自己这个年纪 还小过他所说的 前生的儿子 但是呢 他这个母亲表露出来的 对儿女的这种爱 是没有那个格式的阻碍 所以呢 中国的古圣人呢 教导大家 教导伦常道德 讲的是五轮十意啊 讲的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 这个最中心呢 就是父子有亲 就是父母跟子女啊 那种天性的亲情 那是自然的 那不是人教的 所以呢 只有呢 循着这种父子有亲 这种天性啊 来教化大众啊 那才能够挽救啊 四道人心 因为现在孝道没有了 所以呢 社会就乱了 好 话说回来呢 这个小萨纳提呢 那么跟他的这个先生相处啊 这个 这个一段时间呢 向他先生描述了很多的 这个前生的那些情况 所以让他先生呢 这个确信不疑了 完了后来呢 因为跟他先生来的 还有他第二任的妻子啊 所以呢 他这个小萨纳提呢 就指着他先生的第二任妻子说 我们不是以前已经约定好了吗 你不可以再婚啊 完了那先生搞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说世间人所说的那种情爱 有一首流行歌叫做 我对你的爱啊 到天长到地久 到海枯到石烂 那其实呢 那种都不算数 这种从这种欲望啊 这个欲情当中激发出来的这种誓愿啊 那都不可靠了 这个唯有呢 从心静的这个心中啊 所生起来的这种愿啊 那才是永恒的 所以佛菩萨对于众生的那种愿啊 那种真正的爱心啊 那才是永恒的 那么后来这个小三难题上所说的这个故事啊 这个后来一下子就全骗了整个印度 乃至全世界 那么后来呢 由这个印度的国父啊 圣雄甘地啊 那是很有名的政治家了 他呢组织了一个 由15个专家组成的委员会 来对这个事情进行立案调查 那么这些委员会啊 就带着小三难题 在1935年11月24日 带着小三难题呢 去找到这个他们 他所说的前世的这个丈夫家 等于是个回访 完了之后呢 这一路上啊 小三难题就像向导一样 跟他们介绍 前面会见到什么 前面这个路是怎么样走 好像很熟悉 其实他这一辈子他没有来过 都是凭着上一辈子的记忆 那么当他 这个 这一行人啊 来到他先生的 就前世的先生的家里的时候 那么 他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的公公 所以就认出自己的 就是先生的父亲 他的公公 那么后来呢 又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就是他们前世的娘家 那两家都隔得不远 当回到自己娘家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还在 就是前生这个父母还在 当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了 那么小三难题 见到自己前世的父母啊 就搂着自己的父母啊 放声大哭起来 那么在场的 所有的这些专家 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啊 都心里都很感动 所以你看这个 这前生啊 是白发送黑发 所以这个人呢 一口气不来 就变成来世了 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 他有一天呢 跟弟子们呢 在讨论 这个佛就问弟子们说 你们大家都说说看 这个人命有多长 完了一个弟子说 人命啊 是在昼夜之间 这佛听了摇摇头 那不对 另外一个弟子说 人命啊 在饭食之间 就一顿饭的功夫 你看 我们说七食不留饭 八食不留所 就是怕你 吃了一半 啃住了 就是过不来了 所以饭食之间 可是佛听了 还是摇头 那么最后呢 有一个弟子说 人命啊 在呼吸之间 这是佛才点头 所以啊 一口气不来啊 那就是来世了 所以我们在座啊 那都是 静中修行的大德 那个人命光阴呢 很宝贵 也很短暂 所以呢 要抓紧这个 短暂的光阴呢 用功啊 尽得修业 否则啊 一口气不来啊 就不知道 往哪里去了 那我自己有个同学 叫梁栋刚 是我同班的同学 是中学同学 大学同学 结果 在去年 我给这个同学们 打电话 慰问的时候呢 就听说 他已经是鼻炎癌去世了 跟我一样大的年纪 去年是三十二岁 所以啊 这个人命无常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 沙纳提的这个例子 全遍了全世界 那么有数百位的 这些专家人士啊 来对这个进行调查 他们都得出一致的结论 确实 确实 承认 这个案例啊 确实是轮回 有真的 有生命轮回 包括史蒂芬森教授 刚才所说的 他本人 也对这个案例进行调查 他 他写的这个论文 就这样评论 他的原话是这样 他说 我也会见过他父亲 就是沙纳提的父亲 还有 有关的证人 包括他所称的前世的丈夫 克达尔 我的研究显示呢 关于前世的陈述啊 就关于前世的描述 他至少有24次 被证明属实 就是史蒂芬森本人 进行24次的试验 这个调查 确实证明 他这个是属实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要太多啰嗦 我们再多讲几个案例 那么 在史蒂芬森教授的 这些案例当中啊 他有一本书叫做 刚才所说的 《二十个案例试轮回》 其中有一个 很特别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 《戒狮黄魂》的 这种例子 那么这个案例呢 请翻一下 也是印度的 一个例子 它是1954年春天的时候 在印度啊 有一个小孩 叫做贾斯伯 他在三岁的时候呢 就死过去了 结果死过去以后呢 大家就觉得父母也很伤心了 就准备给他埋葬 那么当时天色已晚了 所以呢 就想着干脆这样吧 这个棺材先留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再去埋葬吧 结果呢 到了半夜的时候呢 这个棺材里就开始动静起来 原来这个小孩呢 他就慢慢就苏醒起来 那么他父亲觉得很高兴啊 完了这个小孩就开始说话 他说的话呢 就完全就跟他原来的那个生活的情况啊 完全不一样 原来他自己说 这三岁的小孩说 他是二十二岁 他呢 叫做这个维斯迪克 维斯迪村里头的 一个叫香客的男子 他是一个婆罗门 就是在印度啊 我们知道他这个种族 这个阶层分很多等级 那婆罗门是属于贵族 那么这贵族的那些人呢 他们是不吃那种就是低层次的 那些家的人的东西 那么这个贾斯伯他们家呢 是一个一个平民的家族 所以呢 这个他这个小孩苏醒过来之后 他就不吃他家里的东西 他说我是婆罗门 所以呢 不能吃这个平民的东西 那么幸好呢 他这个他家邻居啊 是一位婆罗门 所以那里那个婆罗门的妇女啊 就给他煮饭 他才肯吃 要不然爷会活活饿死 那么完了之后呢 这些教授啊 这史蒂芬生教授啊 就给他就给他进行调查 那么就听他说的前世 描述了情况 然后找到他所说的前世的家里 核对核实 都证实确实 他说说的没有错 所以他这个是你借尸还魂 他实际上呢 这个贾斯伯啊 他这个三岁的儿子啊 确实是死了 他灵魂确实是走了 那么来的这个身体上的人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啊 就像衣服一样 这个等于说 你把这衣服脱下来 要给他穿 就这个意思 你要认为那是我的话 你执着他 那你是白受罪 实际上啊 他是属于你所有的 是暂时拥有的 还不是永久拥有的 所以你要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呢 你就不要太执着 那很多问题呢 就能够化解 那么根据这个调查呢 他这个小孩啊 苏醒以后啊 他说自己是22岁的 一个婆罗门的青年 他说他自己呢 是在有一次啊 参加一个亲人的婚礼的时候 结果呢 有一个他的亲戚 这个亲戚呢 他把他的名字都说出来了 这个亲戚呢 欠了他的钱 所以呢 就在那个婚礼上啊 给他下了毒药 想要把他害死 结果呢 他喝了那个有毒的 那个吃了有毒的糖果 完了之后呢 在回来的路上 他就在马车上 这马车上摔下来了 就摔死了 那么他死 当他提到啊 这个前世啊 就是他 这个上一世 这个毒死他的那个人呢 那是咬牙切齿 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 结果呢 教授们呢 就找到 这个他前生 其实不是前生啊 就是他 他的这个 来到这个肉体上 投胎的那 之前的那个家庭里 找到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确实有这么一个 一个事情 那个人是在 一时参加婚礼以后 从马车上摔下来而死的 所以那很多外人的不知情 以为他就是一时车祸而死 实际上啊 原来他真的 是这个被谋杀的 所以这个 那个前世杀他这个人啊 是像太上感应天上所讲的 借他获财啊 怨他生死啊 所以这个心狠狠毒 但是呢 他以为呢 这样就可以逃跑 跑得掉 其实那是错误的 欠了人家的钱 杀了人家的命 那个他还是能够继止 那想到这个事情 他都是咬牙切齿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个冤家见面啊 那一定是分外眼红 所以一有机会啊 他肯定要报复 所以怎么能够做亏心事呢 做了亏心事啊 这个因果是逃不了 到时候他还是会找上门来 那么其实关于这种 戒失黄魂的例子啊 在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 其实记载了很多 你比如说 辽载致义 大家别以为辽载致义 只是一个神话小说 其实他里面讲的故事啊 都是真实的 还有甚至皇帝内经里头 这是这个上古时代的医学著作 他上面也记载着 有戒失黄魂的例子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没有办法跟大家细细报告 我们还是谈西方的 现代的 科学的案例 那么下来呢 给大家报告的另外一个案例呢 也是很精彩 也是史蒂芬森教授的案例之一 请翻下一眼 这是讲到泰国的一个例子 叫超空和尚 那么在泰国呢 这位超空和尚 是一位很受人敬重的一位法师 他是在1908年 这比较早了 1908年10月12日 这个出生在泰国苏林省 那么在他刚刚出生以后 他的舅舅叫奈愣 这是泰国名字 就因病去世 大家注意到是 他是在出生以后 他的舅舅才去世 那么后来呢 原来这个舅舅去世以后 投胎 结果还是投到这个人 变成超空和尚 那么这个他的舅舅 就是都是现世式的舅舅 他的舅舅呢 生前呢 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每天呢 喜欢打坐 坐禅 那么而且他生前呢 很疼爱自己的妹妹 他的妹妹就是超空和尚的母亲 叫男人 那么超空和尚 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开始说话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 这个记起自己亲身的情况 然后他说 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些亲人 因为都还是那家里的嘛 但是呢 他把自己的妈妈 称为是妹妹 把自己的这个外祖母 称为是妈妈 那显然呢 如果是以他这个舅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那是对的 但是呢 他这一事当然是不对的 那么 这个 但是他们家庭里面呢 这个 因为泰国他们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 当一个小孩 如果记起前身的话呢 他就会很多的 有很多的不幸 所以呢 他们有一种观念呢 就是强迫 这个超空和尚 不能说他前世的事情 逼着他忘记这前生的事情 那后来呢 这超空和尚呢 就是他小的时候 没有出家了 那么他就只好呢 不说了 其实他虽然不说 心里还是没有忘 那么后来呢 这个当他出家以后 一位老和尚 就说你认不认识呢 能够记起前生的这些人 那这个超空和尚说 我就可以啊 后来就开始呢 就述续说 详详细细的 他都记得很清楚 然后呢 就把这些所说的东西 都写成文字 后来也经过 史迪芬生教授的鉴定 那么他讲到说 他这个上一世 就是他的舅舅 叫奈愣 自己详细地描述自己 死亡的那个过程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呀 就是指这个耐愣 前世 断断续续地病了几个月 那么正躺在床上 那么当时呢 我的这个妹妹 就有了七个月的身孕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呢 这个兄弟兄妹俩 经常会互相梦见对方 而且呢 这个妹妹呢 在怀孕以后啊 他就 就跟以前怀孕不一样 他呢 很不像以前那样 喜欢吃酸的东西 却呢 很喜欢呢 打坐 对佛教产生很强烈的信仰 那么 后来呢 说再一次这个 这个妹妹 她有一次还出家 泰国 我们知道有一次短期出家的 她还去出家 还怀孕 还出家 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出家替法的仪式上面呢 她的这个 这个奈愣啊 就是超公和尚先生 她说 我虽然躺在床上 但是我却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 她在寺院里 参加这个替法仪式 而且她参加了 那么有一天呢 她就听到呢 这些亲戚们呢 在议论说 是这个妹妹呢 生了一个小男孩 很可爱 那么她就想去看看 说我想去看看 她想要去看的时候呢 她就想睡着一样 她就重重地叹了几口气 她就闭上了眼睛了 就说那一世她死了 就说她死前 她就想看着 想要看看那个小宝宝的那个念头 完了她就去了 后来呢 她说她马上恢复了正常 其实她是 就是离开了 灵魂呢 离开了身体了 那么她说她恢复了力气 能够很轻快地 四处游动 然后呢 她就看到 屋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啊 对着她的身体哭 然后呢 她就跟大家说 你们大家不要哭 我还在这里 活得好好的 但是呢 那些亲人都听不到她 没有见到她 所以她觉得很沮丧 完了之后呢 她抓住这个人的手 拉拉那个人的腿 大家都不理她 没有感觉一样 那么后来呢 她就觉得说 这样吧 我去看看自己的妹妹吧 因为听说妹妹 还有个小宝宝出生了 所以呢 要去看看 所以你看这个灵魂呢 她出体以后啊 她这个四处游动啊 但是我们在凡间的人呢 就没有办法看见她 她能看见我们 所以你看我们 这个祭祖啊 祭祀祖先啊 恭喜祖先的牌位啊 你去给他们念经念佛 那他们真的能来 来听你念佛 因为她这个 这种灵魂呢 是不受时空的约束 我在两年前 有幸啊 参加这个 在澳洲金钟学院 万幸先祖纪念堂的开幕 那时恩师净空上人呢 亲自呢 参加念佛 给这个万幸先祖纪念堂开光 那时候念佛也念得很感 感动 我当时我记得还一边念佛都边流泪 那么事情完了以后呢 那个恩师就对我们说 哎呀你们今天福报真大 然后有一个同修就问了 说我们给这些万幸先祖啊 念佛啊 他们能不能来听到啊 结果呢 老法师点头说 他们能来 他们能听得到 确实是这样 我们看到这些例子 我们就晓得 我们的祖先呢 他们确实能够听到 能够得到我们念佛的利益 嗯 那么又话又说回来 这个这个奈楞啊 就是超空和尚的舅舅啊 他在那时死了以后 他的尸体活化了 他就去看自己的妹妹啊 所生的小孩 那么看着小孩很可爱啊 他就上去啊 想要摸摸他啊 亲吻他啊 但是呢 他妹妹呢 居然能够看见他 然后对他说 说 亲爱的哥哥 你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 请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不要牵挂我们了 大概说了时候心里还吁吁的 但是他可能看见 那么这时候呢 超空和尚这个魂呢 他就觉得哎呀 确实是这样 既然有阴阳格式嘛 所以就在看小宝宝一眼 就走了 但是呢 最后望这个小宝宝一眼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自己啊 好像被一种力量 他所说的是说 一种啊 这个 这个 这种力量啊 像螺旋形的力量 把他这个飞速的旋转 旋转起来 然后呢 不久以后啊 他就不省人事了 他觉得自己真的 就就死了 完了之后 等他后来清醒过来以后啊 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小孩 小婴儿了 啊 啊 所以你看啊 这个 在投胎之前呢 啊 决定你去向的那股力量啊 啊 在佛门里面叫引力啊 引液 啊 那种那个引液这个力量啊 啊 他能够牵引你到下一世啊 啊 那个投胎 你心里念着什么啊 啊 你就到那那个那个地方去投胎啊 啊 这个超空和尚心里就念着他妹妹的小宝宝啊 啊 结果他就真的就到了小宝宝身上去了啊 啊 所以临终的人呢 念什么是很重要的啊 啊 啊 这个 唯心所限的啊 你念什么就限什么啊 啊 我们念佛的人啊 啊 念着阿弥陀佛 临终寿一直都念着阿弥陀佛 啊 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心中现前 啊 就接应我们往生 极乐世界 啊 你要是念着贪嗔痴 啊 或者念着这些房产啊 啊 就念着这些家财啊 啊 甚至念着儿女啊 啊 那么你就将来还要回到这里投胎 舍不得房产的 啊 可能变成老鼠啊 守在这个房子 啊 啊 所以这个很小心啊 啊 那么这个超公和尚他就描述说 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呢 啊 我恢复了知觉 啊 那么 但是呢 我记得自己不久前还是赖愣 还是他舅舅嘛 那么充满活力的 那么所以呢 他看到很多人啊 跟他讲话 跟他对他笑 那么他就想跟大家讲说 我就是耐乐 但是呢 他说我 发出的声音是一些婴儿的声音 哇哇叫声音了 说不出话来了 完了之后呢 我要准备要跟大家招手呢 就被他的 他说被自己的外祖母 实际上是他前世的妈妈 抱了起来 完了之后我就 想要叫他妈妈 因为他还记得他前生这是他妈妈吧 但是这一生已经成为外祖母了 但是呢 也说不出来 这样子 那么后来呢 等他会说话以后 他有着好几次呢 对着他自己的就超公和尚啊 对着自己的外祖母叫妈妈 但是都被家里人给制止了 而且呢 后来呢 这些情况啊 家里人不允许再出现 所以他也就不敢再提起自己前生的事情 那么 但是这个教授我后来调查才知道 原来这个这个超公和尚啊 他自己表生活的方式啊 表现的这些神情态度啊 确实跟这个去世的那个他的舅舅 是很相似很相似 那么后来呢 这个超公和尚呢 也出家修行了 这个就像他以前他舅舅 就是他前世一样 也是很喜欢打坐 很喜欢学佛 那么后来呢 他这个这个出家修行 一直到这个年纪很老 都能够啊 记得起啊自己前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个修行人嘛 他前世啊 是在家修行的 那么下一世呢 变成出家修行 很可惜啊 没有往生净土 所以呢 还是来到这个世界轮回 虽然他的这个 大概是因为善利啊 还不错 能够很清楚自己投生的情况 而且来回到自己这个家里做人 但是呢 如果不了脱生死啊 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那将来还是啊 难免呢 这个轮回受苦 那么 我看看时间还有多少 差不多 那么我这里还没讲完 这个案例是一个比一个精彩 那么明天还会继续呢 给大家来报告 这个轮回的案例 这个第三天的案例啊 就更是惊心动魄 所以呢 那如果大家明天 后天 有时间啊 非常欢迎啊 大家继续来 来跟我们讨论 再次感谢啊 大家这个 播出时间 来来来到此地啊 来我们一起探讨 这个生命轮回的真相 那么有讲到肤浅的不妥之处啊 希望呢各位大德啊 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 谢谢